美国政府有庞大的财政赤字 连邮政府都受到影响 邮政总局局长唐纳和最近告诉国会议员 如果政府不在今年年底前干预 美国邮政总局将会面临破产 美国邮局的问题已经让位于爱荷华州的一个小镇付出了代价 唯一让镇上仅有的150个居民紧连在一起的小邮局 在9月底被迫关闭了 请看记者法拉包尔的报道 美国中西部爱奥华州的希尔斯波勒小镇 没什么可以去的地方 如果你出门就直接进了乡间 而且你看到的是些旧的即将倒塌的骨仓 或许可以这么形容这个小镇 对吉姆罗伊而言 希尔斯波勒是他的家 不过当他还住在这里的时候 镇上唯一的雇主一家骨仓公司倒闭了 一场大火也让镇上唯一的餐厅关了门 当地政府发生了一桩挪用公款丑闻 把这个小镇给搞破产了 唯一能够让镇上大约150个居民保持联系的 就剩下这间小邮局了 但现在这间邮局也在9月底关门了 这正是我们在美国 尤其是在小镇上正在目睹发生的事 看我们是怎样受到衰退冲击的 住在希尔斯波勒的退役陆军老兵代夫费普斯 同意这样的看法 情况变得更糟了 这里什么都没有了 事实上 希尔斯波勒已经不再是个正式意义上的镇了 今年早些时候 包括费普斯在内的希尔斯波勒居民投票表决 赞成解散这个镇 照那样下去 我们是在走死路 尽管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小镇居民参加投票 但大部分居民说 失去邮局等于要希尔斯波勒的命 许多人都想保留邮局 它让我们有一种社区感 邮局对一个乡下小社区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对希尔斯波勒的居民来说相当重要 科伦卡德伍德是波威什克爱荷华发展公司的执行主任 这个机构负责促进希尔斯波勒所在的波温什克郡的经济发展 这个郡原本有八个镇 现在只剩七个了 看样子能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服务的合并社区 好像能够发展和维持下去 但那些非常小的社区却在挣扎着保住当地的生意 还有住在这里的居民 希尔斯波勒居民当时面临地方税上涨 同时服务却在流失的情况 他们投票决定解散该镇 部分原因是希望得到州和郡政府的帮助 对社区仅存的设施进行修缮 街道对他们来说是个大问题 当你只有这么小的税收基础 很难从里面抽出钱来修路 对这样的小社区而言 很难改善那些基础设施 尽管拥有135年历史的希尔斯波勒 看起来走到头了 费普斯仍打算留下来 我不知道未来还能不能在地图上找到这里 但这里会一直存在 我是说人们喜欢住在这里 希尔斯波勒的问题不会是个例 美国邮政服务正寻求更多方式 削减100亿美元的赤资 美国各地将会有更多的小镇 面临类似的命运 美国万花筒记者法拉鲍尔报道